美联储会急爆科技股浦门? 去年圣诞节12月底时出了这视频 想知道导致环球股灾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说是美联储 应该大家都不会反对吧 说回去年11月美鲍威尔得到提名连任 所发出的鹰派言论之后 他连续在12月中 和上星期三完结的美联储议息会议 新闻发布会里确定了 美联储将会加快加息的速度 上星期三会后更加确定了三月会加息 并且不排除每一个会议都加 其实现在看看利率期货显示 市场预期 今年有七次会议里大约1.25% 应该会代表了五次加息四分一来的机会 比上星期开会前只预计三次又增加了 其实除了加息问题之外 通胀也是问题 乌克兰危机又如何解决呢? 美国拒绝了俄罗斯 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要求 并且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因为这样 在二月的时候入侵乌克兰 其实我在2014年在俄罗斯工作的时候 也看到西方国家相同的手段 我不想深究政治层面 但要密切留意 会不会影响到正在上升中的油价 因为这是打击俄罗斯的其中一个方法 环球疫情仍然未受控 令到经济静慢造成滞胀的机会提高了 到真正出现了难以处理 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也很重要了 白宫已经预先降低了预期 对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要看经济转差还是减少了加息机会呢? 今年的一月跟过去这么多年 很多年都非常不一样 我好像有数据 今个月可能是很多年最差的表现 并看不到惯常的米酒机FOMO 几乎整个月股市都下跌 美联储全力对抗膨胀 股票投资者必须离开过去两年 所谓的自满的阶段 为未来几个月的波动做好准备 利率上升令到增长股大跌 科技股首当其冲 长线的技术走势非常恶劣 一向中央银行对股票债券市场也很关注 其实就很可惡了 但近月的通胀问题 可能都会让他们无可避免的 要暂时作出一些牺牲 不是很多人看的 去年11月美联储公布的有关金融系统的问题 也提到 报告也提到 资产市场泡沫正在增大 他们也知道的 也不知道现在的做法是否 就是把资产部门意外这样刺爆了 意外不会特意刺爆 这个比率给大家看 经常听我说 纳标比纳期做分子 标期做分母这个比率 过去两个月大幅下跌 反映了科技股为主的纳期 会在弱势中不断被轮动离开 会不会重复好像2000年一路刮下去呢? 上代观察 所以大科技股下跌的压力非常大 ATM 做过节目看过ATM 星期五也有反弹 但仍然有很大的下跌风险 囚纠期给股票 你看这些Tesla到底会怎么样呢? 大家慢慢再研究一下 这儿有一个我自己比较四个美国主要股 四个美国主要股票指数的ETF 从11月底鲍威尔转英之后 表现也有不同 可以看到道指DIA和SPY的标指 相对比较好一点 而你可以看到 QQQ就是科技股和小型股 IWM、罗素2000是比较差的 或者是间接代表了 在利率上涨的循环 这些较敏感的科技股 和对小型公司的前景影响得更大 也可以看到在加息循环里面 使得板块轮动的主要方向 大家不可以分略的 看看纳标比 相对就是纳期和标期 都跌穿了这些10月的平均线 明天是1月底收市 走势非常非常重要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 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视频里面的PATREON面结 支持九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吧